这个锁终于能还给你了 阿粉 你还在生谢大哥的气啊 他呀 他除了腿 也就剩满肚子谎话 他又是想说 他想打从西边出来的 也能坐在那儿 滔滔不绝地说一天 不过 你说他好好的皇帝 为什么满江湖乱窜呢 其实 他也是个苦命人 他本名叫萧川 是前朝皇子 有时遇到叛乱 皇宫被围 后来起了一把大火 人以为一个人都没能逃出来 谁能想到 五个老宦官冒死将小皇子送出了宫 后来前朝大将军亡灵 就把谢公子接回到了皇宫 可是好景不长 谢公子被送到邻国当质子 在这个期间 武将叛变更改过后 前朝覆灭 后来王陵将军拥护谢公子为帝 想要光复前朝 不认识 难道这就是他隐姓埋名 变成谢妹妹的原因吗 这有什么不好跟我说的 故国不国 改朝换代 谢公子放着锦衣玉食不去 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江湖 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他没有表明身份 也是自然的 差点把前朝皇帝捅成了马蜂窝 差点把前朝皇帝捅成了马蜂窝 管他呢 是不是皇帝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 在我眼里 他就是那个满嘴跑马 一身没韵的谢妹妹 对了 你跟我说 你过来的时候 四十八寨的暗庄 有给你送来一封 我娘的手信 是 在我这儿 我娘说 让暗庄直接送你回寨中 我娘这样说也有道理 你本就是千金小姐 就应该住在高门大院里 出门用香车宝马 押换婆子伺候着才对 不应该跟我们天天在泥里打滚 四十八寨的生活 虽然比不上你以前 但至少 有人照顾你 一事无忧 阿飞 我现在 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 奇怪 为什么我娘心里只提到你 没提到你弟弟啊 按理说 她要是知道华中发生的事 不应该这么平静 除非 这个信是假的 送信的安装有问题 看来我得回家看看 不行 青龙主这事 我跟幸运也脱不了干系 若是我们就这么跑了 怕是 整个客舍的人都要玩完了 楚楚 我让文将军把你送到我爹那儿去吧 他一定会妥善安置你的 我哪儿也不去 我只想跟着你 不行啊 万一 文将军和青龙主两部人打起来 我怕我会无暇顾及你 怪着怪我能力不够大吧 要是我能像我外翁一样就好了 阿飞 阿飞 我现在谁也不信 我只信你 再说了 我也不是什么误解 你别把我来回托付了 那行 你就在屋里待着 没我的信号 你千万别下楼 嗯 来 莫能住 又很可怕 我的话 怎么不信 你还不信 啊 你也先打赏了 你识网友 你识网友 把你识网友 你敢说 让我发现了 还想做 你给了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求女侠 顺势把威给带走吧 雷坠一个也是带 两个不嫌多 更何况我出了事 我腿长自己能跑 绝不给你找麻烦 你都听到了 千真万确都听到了 女侠不生我的气了吧 从此大路朝天 各走半边 算你气走什么 女侠 女侠 那我求你 把我从这个客人里面救出去吧 我求你 这大人大德 我来是做牛做马 阿飞 阿飞 我一开始还在想 你这五湖四海的乱窜 当真是为了行侠仗义吗 现在看来 你 你不过跟李盛世一路货色 四处招摇撞骗 还离家不归 处理完政理的事 我就要回去了 我 我劝你也早点回家吧 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 免得你家人担心 我也想回家啊 我也想有个家人 能够盼着我回去 你 你没有家人吗 家人 要说是亲戚 小家那边可能还有不少 只是 恐怕他们连半个家人都算不上 你 你 你不是还有一个异地吗 紫辰 是啊 我看着他长大 他对我也说来亲厚 他虽然是当朝的三皇子 我们的身份有差别 但是 还好有他在